國兩制研究中心大概兩三年前曾經有這樣的建議 跟大家介紹一下 給大家茶餘飯後以致華慶 就說什麼呢?我們現在新加坡有個邊境禁區 反正它都是封住的 是不是以後可以容許大陸居民不需要簽證 可以進入這個邊境禁區 我們可以在這個邊境禁區以後作為一個發展區 向大陸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服務 新發展區絕對不是坊間遙傳的深圳的後花園 更加不是雙非富豪城 也不是內地人可以免簽證來購物的地方 是不是以後可以容許大陸居民不需要簽證 可以進入這個邊境禁區 我們可以在這個邊境禁區以後作為一個發展區 向大陸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服務 零售、餐飲、娛樂、做展覽 或者提供專業服務、提供金融服務 我舉這個說明什麼呢? 說明新界日後在我們整個華南地區的發展 它所佔的地位是會越來越重要的 因此如果要講新思維的話 這個是我們看新界的一個新思維 當然有保育工作要做 但是我們要知道新界所在的地方 已經不只是香港的北部那麼簡單 而是整個珠三角地區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大的亮點 而且經濟發展速度十分高的一部分 新界不是單單是香港的北部 是整個大珠三角